国民健康署统计110年国人吸烟行为调查显示 家庭二手烟铺路率上升至28.9% 较109年的27.1% 及107年的21.1%持续攀升 远然成为威胁家人健康的一大警讯 因此推出限量聚烟赖贴图 以逗趣可爱的风格传递聚烟理念 我们今年的特别在这个年末的时候推出了一款的戒烟的这个戒组 就赖贴图 都是为你好 都是为你的概念 那为什么我们要抢在这个这个过程里面来跟各位来发布这个所谓的贴图 因为依照国民健康署的调查 我们的家庭二手烟的互录率 从107年的21.1%到109年的27.1% 一直到111年的28.9% 他告诉我们家庭的二手烟的危害是逐年在上升 如果我们为了明年 我们想要有更好的一个这个下一代的话 所以我们健康署就要特别呼吁家庭二手烟疫情来访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有三个重要的特殊 三加一的特殊族群 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小孩子 如果今天特别请幼儿子一次来的原因 就是如果小孩子长期过渡在二手烟跟三手烟的危害之下 那么他得到的所谓的气喘 我们很多孩子有气喘中耳炎的比率就会比较高 会更高于家里没有这些危害 那第二个家里特殊要保护的族群 就是明年如果有怀孕的这个孕妇的话 那他的流产以及出生的小孩的体重比较轻的比率也非常难高 那一般来讲我们家里还有长辈 我们的这个中老年人或我们的成年人 如果长期附入在二手烟跟三手烟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包括他的肺癌冠心症以及他所谓的这个相关不知道的疾病呢 会比没有的人多的20到30% 小科医师陈慕容也趁着大家抢身龙宝宝之际 宣导二手烟对小孩有高度危害 可能会让幼儿有认知能力缺陷 影响肺部功能提高气喘发生率 甚至引发中耳炎 当年我还是个高中生 而且是个很乖的高中生 我们要去那个采买所谓的人游会的礼物的时候 经过一条暗黑的小巷子 那小巷子里面就有几个看起来 就是在抽烟的不良少年 那看他看到我身上的制服 我经过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是吸了一口烟 直直的朝着你吐了出去 你就会仿佛看到有一条很尖很尖很长的烟卷 就朝着你飘了过来 那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袋里面存留了很久 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说 如果是现在的我会不会上去猫他的两拳 那当年我真的没有做这件事情 但是当时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挑衅的感觉 但是一直到了这几年我上了医学系 一直到我当了医师 我才发现说 这不只是一个很挑衅的感觉 还是一个害人命的动作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二手烟 吸到自己的肺部 那个真的叫做一手烟 你自己吸到自己的肺部 那你点了这支烟 这支烟上面的烟雾 让别人吸到 这个叫二手烟 那不是只有这支烟上面的烟雾 你吐出来的烟 让别人吸到 这个也叫二手烟 那三手烟呢 就是当我把烟洗掉了 我的呼吸也没有呼吸出任何的烟雾的时候 结果它残留在空气中的烟雾 这个叫做三手烟 所以大家就很清楚的明白 一手烟就是自己吸 二手烟就是别人吸 三手烟就是 洗掉了烟之后 在环境中还吸得到的烟雾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到 二手烟其实是环境中 真的最广为 分布散布的污染物质 三手烟在环境中 沙发 窗帘 床单床罩 甚至于说皮肤毛发上面的存留物质 可以存留到时间很久很久以上 那我自己是个额科医师 我们以往老生常谈 总是说 吸烟会导致肺癌 甚至于说这些二手烟的危害呢 可以影响到冠心病 影响到中风 影响到肺癌 都高达了20%到30%以上的比例 那个是大人 我们老生常谈的 但是在小孩子身上 如果小孩子吸到二手烟 三手烟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第一个 呼吸进去 最重要的就是气管影响 所以孩子气喘的比例就是大幅增加 所以各位想想看 为什么人家孩子感冒就是咳嗽了力 我们的孩子吸到二手烟之后呢 他感冒的时候 他会呼吸的时候会 好像喔 每次做完这个动作 我都要亲喉咙亲一下 因为这个动作其实很伤害呼吸 因为你的气管整个紧绷了 吸气吸了进去 吐气吐不出来 所以这个它会影响到气喘的运力 再来呢 我们去给医生检查 医生老师说 你的耳朵终会有发炎了啦 中二发炎 他们去统计了一些研究 其中一个家中有人抽烟 也是影响到孩子中二发炎几率 比例增加的因素 抽烟不仅对个人健康有危害 对家中老人孕妇也有影响 国健署语医师建议民众戒烟 保护自己和家人健康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 十二月十九号 十点 欢迎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